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称呼与身份的说法 有认识 就是对六千年的三部工作 都得有认识 若让你传福音 你对神的做工不认识 就没法传 若有人问你 圣经是怎么回事 旧约是怎么回事 耶稣当时做的工说的话 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神是怎么说的 你如果说不出圣经的内幕 他们就不服气 当初耶稣跟他的门徒 也谈了许多旧约的事 他们看的都是旧约 在耶稣定十字架以后几十年 人才写出圣经的新约 你们传福音 主要是掌握圣经的内幕 即神在以色列做的工作 就是耶和华做的工作 还得了解耶稣做的工作 这都是所有的人 最关心的问题 这两部工作的内幕 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传福音时 先不谈现在的圣灵做工 这部工作他们够不上 因你们追求的是最高的 就是认识神 也就是认识圣灵做工 除了这两方面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 你如果先谈高的 他够不上 因为谁也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圣灵做工 这样的做工史无前例 人不容易接受 他们所经历的 都是以前老旧的东西 偶尔有点圣灵做工 他们经历的 不是圣灵现实的做工 经历的 也不是神现实的心意 他们还是按着 那些老旧的实行法实行 没有一点新亮光 新的东西 在耶稣那个时代 圣灵主要是在耶稣身上做工 那些在圣殿里 穿祭司袍 侍奉耶和华的人 他们一心一意 忠心地侍奉耶和华 也有圣灵做工 只不过 他们摸不着 神现实的心意 只是按着 以前老旧的实行法 来忠于耶和华 但他们没有新的带领 耶稣来了 带来了新的工作 那些在圣殿里 侍奉的人 他们没有新的带领 没有新的工作 在圣殿里 侍奉只能维持以往 那些老旧的实行法 他们不出圣殿 根本不会有新的进入 新的工作 是耶稣带来的 而且耶稣 并没有进圣殿里做工 只是在圣殿以外做工 因为神的做工范围 早已改变了 不再在圣殿里做工 人在圣殿里侍奉 只能是维持现状 带不来新的工作 同样 今天那些宗教人士 也照常崇拜圣经 你若给他传福音 他就和你抠圣经字眼 还找出许多根据 让你目瞪口呆 无话可说 这样 他还会给你扣上帽子 认为你们是糊涂性 连圣经 神的说话你都不知道 还信什么神 他就瞧不起你了 他还会说 你们既然信的是神 他为什么不与你们交通 旧约是怎么回事 新约是怎么回事 既然他把荣耀 从以色列带到东方 他为什么不知道 在以色列做的工作 为什么不知道 耶稣做的工作 你们不知道 就证明 他并没有告诉你们 他既然是耶稣 又一次道成肉身 他怎么不知道 他怎么不知道这些呢 耶稣知道 耶和华做的工作 他怎么不知道呢 到时候 他们都要问你这些 他们头脑里装的 就是这些 能不问这些问题吗 在这道流理的人 现在不注重圣经了 因为神今天 这一步一步的工作 你们都跟上来了 对这一步一步的工作 你们都亲眼目睹 已看清楚了三步工作 就只好放下来不研究了 但是他们不可能不研究 因他们对这一步一步的做工 并不知道 有人会问 道成肉身的神做的工作 与以前那些先知 使徒做的工作 有什么区别呢 大魏也被称为主 耶稣也被称为主 他们做的工作 虽不相同 但称呼相同 你说 为什么他们的身份 不相同呢 约翰看见的是异象 也是出于圣灵的 他能说出圣灵要说的话 为什么约翰的身份 跟耶稣的身份不一样呢 耶稣说的话 能完全代表神 是完全代表神做工 约翰看见的是属于异象 他不能完全代表神做工 为什么约翰 彼得 保罗说了很多的话 而耶稣说的话也很多 他们的身份 却有区别呢 主要是因为 他们做的工作不一样 耶稣代表的是神的灵 是神的灵直接做工 而且是做新时代的工作 是无人做过的工作 他开辟了新的出路 他代表的是耶和华 代表的是神自己 而彼得或保罗或大卫 不论他们被称为什么 他们仅仅代表一个受造之物的身份 侍奉耶稣或耶和华的差遣 所以 他们做的工作再多 行的异能再大 也仅仅是一个受造之物 不能代表神的灵 他们是奉神的名或奉神的差遣去做工 而且是在耶稣或耶和华开展的时代中做工 不是做另外的工作 毕竟他们仅仅是一个受造之物 在旧约 许多先知说预言 写预言书 没有人说他们是神 而耶稣一做工 神的灵就见证他是神 这是为什么 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以前那些使徒先知 写了各种书信 说了很多的预言 后人只选一部分放在圣经里 还有一些都失传了 既然有人说 他们所说的完全出于圣灵 为什么还有好的还有不好的 还有选上的还有没选上的 真是圣灵的说话 还需要人去摘选吗 耶稣所说的话 所做的工作 为什么四福音里所记载的不一样呢 这不是记载的人出错了吗 有人会问 既然保罗或新约其他作者 所写的书信 所做的工作 有出于仁义的 掺杂人的观念 那你今天所说的 就没有一点人的掺杂吗 就没有一点人的观念吗 这部神做的工作 跟保罗与众使徒先知 做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不仅是身份不一样 最主要的是 因为做的工作不相同 保罗是被击沙铺倒在主面前后 被圣灵带领做工的人 他是奉差遣的人 所以他给众教会写信 这信都是接续耶稣的教导 他是奉着主耶稣的名 奉着主的差遣做工 而神自己来了 不是奉任何一个名来做工 只是代表神灵做工 神来了是直接做工 不经人的成全 不是在任何一个人的教导的基础上做工 这部工作所带领的 不是谈个人的经历 而是直接按他的所有来做工 如效力者的试炼 刑罚时代 死的试炼 爱神时代 做了这些工作 都是以前未做过的工作 都是本时代的工作 并不是人的经历 在我的说话中 哪些话是人经历的 不都是直接来自于灵 是灵的发表吗 只不过是你素质太差看不透 我所谈的实际的生命之道 是带路的 是以前谁都没谈过的 在这以前 从没有人经历过这路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实际 在我说这话以前 从来没有人说出这话 没有人谈过这经历 也没有人说过这细节 更没有人谈过这情形 来揭示这些东西 今天我所带出的这些路 是前人未带过的路 若出于人 不会有更新的路 就如保罗或彼得 他们在耶稣带领的路以前 没有他们个人的经历 等耶稣把这路带出来之后 他们才在耶稣所说的话 所带的路的基础上经历 从而有了许多经历 写了这些书信 所以说 人的经历与神的做工并不相同 神的做工与人的观念 人的经历所谈出的认识 并不一样 我一再谈 现在我是带新路 做新工作的 跟约翰与众先知说的话 都不一样 做的也并不一样 我从来不是先经历 然后再给你们谈 完全不是那样 如果那样做 不早就把你们耽误了吗 以往许多人谈出的认识也很高 但他们说的都是在一些 所谓属灵人的基础上 才谈出来的 不是领路的 是出于人的经历 出于人的看见 人的认识 有些是人的观念 有的是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现在我做工的性质 与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没经历过别人的带领 也没接受别人的成全 并且我所讲的 所交通的跟谁也不一样 是从来没人说过的 今天 无论你们谁做工 都是在我说出的话的基础上 若没有这些说话做工 谁能经历这些 效力者的试炼 刑罚时代 谁能谈出认识呢 难道这些你还看不透吗 无论哪部工作 在我这儿话一出来 你们就按我的话开始交通 都是随着我说的话做工的 并不是你们哪个人 想出来的路 走到今天 你还看不透 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吗 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路 也不在哪个属灵人的基础上 而是另辟蹊径 甚至耶稣说的许多 过时的话都废了 我所说的话 都是开天辟地的工作 全是另立家业 做的工作 说的话 都是新的 这不是今天新的做工吗 耶稣当时做工也是这样 他做的与圣殿里的人 做的也不一样 与法利赛人做的还不一样 跟整个以色列民做的都不一样 人看了之后 人看了之后就不敢定准了 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呢 耶稣并不守耶和华的律法 他来了教训人所讲的都是新的 就因为这些人就定不准了 这都是人的难办之处 没接受这部新的做工以前 你们多数人所走的路都是在以往那些 属灵人的基础上实行进入 而今天我做的工作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你们就定不准到底对不对了 我不管你以前所走的路是什么 也不管你以前吃谁的饭 或认谁为你的父 我既然来了做新的工作来带领人 凡是跟随我的都得按我说的来 不管你是哪一级的豪门之子 你都得跟着我走 不许你按你以前的实行法再实行 你的干爹该退位了 你该到你的神面前寻求你该得的一份了 你的一切都在我的手里 你不要太迷信你的干爹了 他不能将你完全掌握 今天做的工作 全是另立家业 今天所讲的很明显 不是在以前的基础上 乃是重新起头 你若说是人一手建立起来的 那你就是瞎得不可救药的人了 以赛亚 以色列选民中的领袖或先知 为什么不称为神呢? 圣灵为什么不见证他们呢? 耶税一做工说话 圣灵为什么就见证他呢? 为什么不见证别人呢? 同样是人 是肉身 也都称为主 不论对其怎么称呼 他的做工 代表他的所事 与他的实质 他的所事 他的实质 代表他的身份 一个称呼 并不关乎他的实质 而是以他所发表 所活出的 来代表他的实质 被称为主 这是旧约中 极其平凡的事 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 但他的实质 与原有的身份 永远也不能改变 在那些假基督 假先知 迷惑人的人中间 不也有称为神的人吗? 为什么他们不是神呢? 因为他们做不了神的工作 他们本是人 是迷惑人的 本不是神 所以没有神的身份 大魏不也在十二支派中 被称为主吗? 耶稣也被称为主 为什么只有耶稣 被称为是神道成的肉身呢? 耶利米不也被称为人子吗? 耶稣不也被称为人子吗? 为什么耶稣能代表神 定十字架? 还不是因为所做的工作 还在乎一个称呼吗? 耶稣虽然也被称为人子 但祂是神的第一次道成肉身 是来担当政权 完成救赎工作的 就这一点就证明 耶稣的身份实质 与同样被称为人子的人 并不相同 今天你们谁敢说 凡是被圣灵使用的人 说出的话 都是出于圣灵的 谁敢这么说? 你如果这么说 那为什么把以色拉的预言书 给删掉了? 还有那些古圣先知写的书 都给删掉了 既然都是出于圣灵的 那为什么你们还敢随意选择呢? 你有这个资格 选择圣灵做工吗? 还有在以色列当中的许多故事 他们也都给删了 如果你认为 这些以往记载的书 都出于圣灵 为什么把一部分书给删了? 既然都出于圣灵 那就都留着 发给众教会弟兄姊妹看 不要掺杂仁义 来随便删选 这样做才对 说保罗约翰 他们这些人的经历中 掺杂个人的看见 并不是说他们的经历认识 是出于撒旦的 只是说他们有出于个人的经历 和个人所看见的东西 他们是根据当时现实的经历背景 而认识的 谁敢有把握说 那些是完全出于圣灵的 若说四福音完全出于圣灵 那为什么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他们四个人 对当时耶稣做的工作 所谈的都不一样呢? 不信你们看看 圣经所记载的 彼得三次不认识主的事 都不相同 各有特色 有很多没见识的人说 道成肉身的神也是人 他说的话能完全出于圣灵吗? 说保罗约翰有仁义的掺杂 难道他说的就没有仁义的掺杂吗? 说这话的人都是瞎眼没见识 你们好好看看四福音 耶稣做完的事 说完的话 他们所记载的简直是一个人一个样 个人有个人的看见 若说写书的人所写的 完全出于圣灵 那就应该一样是统一的 那为什么还有不同的地方呢? 人对这些看不透 不是太糊涂了吗? 让你为神做见证 你怎么见证啊? 就你这个认识法 能见证神吗? 如果别人问你 约翰、路加他们的记载 有人意的掺杂 那你们的神说的话 就没有人意的掺杂吗? 你能说清楚吗? 路加、马太 他们听完耶稣说的话 看完耶稣做的工作之后 谈出个人的认识 就像是回忆录似的 记载一些耶稣做工的事实 你能说他们的认识 是完全属于圣灵的启示吗? 圣经以外 不也有很多属灵人的认识 高于他们 为什么不被后人采纳呢? 他们不也是被圣灵使用吗? 你应知道 今天做的工作 不是在耶稣做工的基础上 加上我自己的看见 也不是把耶稣的工作背景拿来 然后再谈我的认识 耶稣那时是做什么工作? 我今天又做什么工作? 我做的、说的 都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所走的路 都是前人未走过的路 是历史历代 人未走过的路 今天开辟出来了 这不是灵的做工吗? 以往做带领的人 即使是圣灵做工 但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的 而神自己的做工就不同了 耶稣那部工作也是如此 都是自己开辟新的出路 来了之后就讲天国的福音 说人应当悔改认罪 耶稣做完工作以后 彼得、保罗 他们开始接续耶稣的工作 耶稣订完十字架升天之后 他们奉那灵的差遣 开始传十字架的道 即使保罗谈得很高 也是在耶稣所说的基础上做的 如将忍耐、爱心、受苦 或蒙头、受尽 或将别的该守的规条等等 都是在耶稣的话的基础上做的 他们开辟不出新的出路 因为他们都是被神使用的人 耶稣当时说话做工并不守规条 不是按圣经旧约律法工作做的 乃是按恩典时代该做的工作而做的 他是按着他所带来的工作做的 按着他自己的计划做的 按着他的职份做工 并不是按旧约律法做工的 他做每一件事都没按旧约律法做 他来做工不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而做工 神在每一步工作中 并不是来专门应验古先知的预言 他不是来守规条 或是来有意成就古先知的预言的 但他所做的又并不打岔古先知的预言 也并不搅扰他以往的工作 他做工的突出点就是不守任何规条 做他自己该做的工作 他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 而是实干家 实时计器来做他该做的工作 来开辟他新的纪元 开展他的新工作 当然 耶稣来了做工作 也应验了不少旧约古先知说的话 那现在做的工作 也应验了旧约古先知的预言 只不过今天不与你翻那老黄历罢了 因为有更多的工作需我做 有更多的话需对你们讲 这些工作 这些说话 比起解释那些圣经章节重要多了 因为那工作对你们来说 没有多大的意义 多大的价值 不能帮助你们 变化你们 我要做新的工作 并不是为了应验圣经的 任何一个章节 假如神来在地上做工 单是为了应验圣经古先知的话 那你说 到底道成肉身的神大 还是古先知大 到底是古先知支配神 还是神支配古先知呢 这话你当怎样解释呢 当初耶稣没正式进职份时 就像跟随他的门徒一样 他也有时在圣殿里聚会 唱诗赞美 看旧约圣经 当他受尽起来之后 灵正式降在他身上开始做工 显明了他的身份 与他该进的职份 在这以前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除了玛利亚以外 约翰也不知道 他受尽时是29岁 受完尽之后天开了 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从他受尽以后 圣灵开始这样见证他 在他没受尽29岁以前 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该睡觉 该穿衣服 这些都照常 没有一点与他人不同的地方 当然 这是在人肉眼来看 有时他也有软弱 有时有些事也看不透 正如圣经记载的 他的年龄 与他的聪明智慧一起增长 这话仅仅说明 他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性 与正常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他也有正常人的生长过程 并没有一点特殊 但在他身上 却有神的看顾 有神的保守 受完尽之后 他开始受试探 接着便开始尽职份 开始做工 并且有能力 有智慧 有权柄 这样并不是说 没受尽 圣灵就不在他身上做工 或圣灵并没在他身上 在他没受尽以先 圣灵也住在他里面 只不过没正式做工 因为神做工有时间限度 更何况 正常人都有正常人的生长过程 圣灵一直住在他里面 当他降生时 就与别人不一样 有晨星显现 当他未降生已先 还有使者在梦中 向约瑟显现 告诉约瑟说 玛利亚要生下一个男婴 是圣灵感孕 当耶稣受完禁的时候 也是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 并不是圣灵刚降在他身上 所说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是针对他开始尽职分说的 他以前就有神的灵 但没开始做工 是因时候未到 灵并不轻易做工 借着术镜这个方式见证他 从水里一上来 灵就开始正式在他身上做工了 就是预表 神所到成的肉身 开始进职分 开始做旧熟的工作了 也就是恩典时代正式开始了 所以说 神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是有时候的 耶稣在受尽之后 也没什么特殊的变化 还是他原来的肉身 只不过是开始做工 显明他的身份了 而且他满有权柄与能力 就这点跟以前不一样了 身份不一样了 及地位有明显的变化 这属于圣灵见证 并不是人做的工作 开始人不知道 圣灵这么一见证 人才略知一二 若在圣灵没见证以前 耶稣就做了很大的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神自己的见证 他做的工再大 人也无从知道他的身份 因为人的肉眼望不穿 非得经过圣灵见证这一步 否则神道成肉身 没有人认识 若圣灵见证以后 他还像以往那样做工 没什么区别 这还达不到果效 这里主要也是要显明 圣灵的做工部分 圣灵见证之后 非得让圣灵显出来 让你明显看见 他就是神 他身上就有神的灵 神所见证的没有错 这也能证实 见证是正确的 如果圣灵见证以前做的工作 与以后做的工作都一样 这就不能突出 他道成肉身的职份 不能突出圣灵做工部分 这样人就认不出 是圣灵做工了 因为没有明显区别 见证以后 圣灵要维护圣灵的见证 所以必须在他身上 做智慧 做权柄 而且不同于以往 当然 这并不是受尽的效力 受尽仅仅是一个仪式 只不过用受尽这种方式 来显明他尽职份的时间 这样的工作 是为了显明神的大能 显明圣灵的见证 圣灵见证 圣灵就负责到底 耶稣在尽职份以前 他也各处听道 讲道 传福音 并没做什么大的工作 是因为没到他尽职份的时候 也是因为神自己卑微 隐藏在肉身中 不到时候 他根本就不做工 在寿静以先 他不做工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圣灵 没有正式降在他身上做工 就是还没有赐给他做工的能力 与权柄 即使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也没法做他以后要做的工作 务必得等到受尽之日 这是神的时间 谁也违背不了 甚至连耶稣本人也不例外 他自己不会打岔他自己的工作的 当然 这是神卑微的一面 也是神做工有规律的一面 他的灵不做工 任何人没法插手他的工作 另一方面 在他未受尽以先 他仅仅是一个极其平常普通的人 与正常普通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神道成肉身不超然的一个方面 神道成的肉身并不违背神灵的安排 都是有层有次 特别正常的做工 他做工有权柄有能力 仅仅是从受尽以后 就是说 即使是道成肉身 也没有任何超然的举动 没有不合乎正常人的生长规律 若耶稣早已知道他本人的身份 而且在未受尽以先 就各处大做工 不同于所有的正常人 显得非凡 那样不仅约翰的工作没法做 而且神的下一步做工也没法开展 这样就证明 神所做的出了差错 在人看神的灵与神所道成的肉身 就不是出于一个源头了 所以圣经记载的耶稣的工作 都是受完尽以后做的工作 也就是三年当中的工作 圣经并没记载 他没受尽以前做什么工作 就是因为他没受尽以前 没做这个工作 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 代表一个普通的人 他没进职份时 乃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人看不出什么 到二十九岁以后 耶稣才知道 自己是来完成一部工作的 以前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神做的工作 并不超然 当他十二岁 在礼拜堂里聚会时 玛利亚找他 他只不过是 像小孩似的 说出了一句话 母亲 你不知道 我该以父的旨意为重吗 当然 他是圣灵感孕 能一点不特殊吗 但他的特殊 并不代表超然 只不过 比任何一个幼稚的儿童 爱神罢了 虽然外表看 他是人 但他的实质 还是特殊 与众不同 然而真正感觉到 圣灵做工在他身上 感觉到 他是神自己 还是在受尽以后 到三十三岁那一年 他才真正知道 圣灵在他身上 要做定十字架的工作 三十二岁时 稍稍知道一些内情 正如马太福音记载的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他不是早已知道 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而是有特定的时间的 并不是一生下来 就完全知道 圣灵在他身上做工 都是逐步的 是有过程的 如果一开始 他就知道 自己是神 是基督 是道成肉身的人子 要完成定十字架的工作 那为什么以前 他不做工 为什么自从耶稣 告诉门徒 他要进的职份之后 他才有了忧愁之感 而且为此 恳切地祷告呢 为什么让约翰 为他开路 给他受尽之后 他才明白许多 以往不明白的事呢 这一切都证明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做的工作 所以 他能明白 能达到的 都是有过程的 因他是神 所道成的肉身 与灵直接的做工 并不一样 神的每步做工 都是一道留下来的 所以说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 从创世到现在 都是一步紧接一步 贯穿到现在的 如果没有铺路的 就没有后来人 既然有后来人 那就有铺路的 工作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传下来的 一步接续一步 如果没有开路的 工作没法开展 神没法向前做工 哪步都不打岔 都是按着顺序 接续下来 形成的一道流 是一味灵做的 但不管是开路的 还是接续的 并不能决定身份 你说对吗 约翰是开路的 而耶稣是接续的 这就能证明 耶稣的身份 比约翰的身份低吗 耶和华是在 耶稣已先做工的 那你还能说 耶和华比耶稣大吗 铺路与接续并不重要 最主要的 还是做工的实质 与代表的身份 你们说是不是 既然神要在人中间做工 那他必须兴起 铺路的人来做工 约翰刚开始传道就是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一开始他就讲着道 为什么他能说这话呢 若按说话的先后 是约翰先说 这天国的福音 而耶稣后说的 按人的观念来说 是约翰开辟新出路 当然是约翰比耶稣大了 但是约翰并未说 他是基督 而且神也未见证 他是神的爱子 紧借用他来开辟出路 来预备主的道 他是为耶稣铺路的 并不能代替耶稣的工作 人的工作 也都是圣灵维护下来的 在旧约时代 属于耶和华带路 耶和华做工 代表旧约整个时代 代表整个 在以色列做的工作 摩西只不过是 在地上维护维护 他的做工 属于人性配合 当时是耶和华 发声说话 呼召摩西 在以色列民当中 兴起摩西 让摩西把这些人 带到旷野 进到迦南 并不是摩西自己做 都是耶和华 亲自指示的 所以摩西 所以摩西不可称为神 他也定了律法 但这律法是耶和华 自己颁布的 只是让摩西说出来 同样 同样耶稣也定了 诫命 并且废掉了旧约律法 定了新时代的诫命 为什么耶稣 就是神自己呢 因为这不是一回事 当时摩西 当时摩西所做的工作 不是代表时代 也不是开辟新的出路 是耶和华在前面带路 指示他做的 只不过他属于 被使用的人罢了 耶稣来的时候 约翰已做了一步 铺路的工作 开始传天国福音 等耶稣一来 就直接做他自己的工作了 但他的做工 跟摩西的做工 有很大区别 同样 以赛亚说了那么多预言 为什么他不是神自己呢 耶稣没说那么多预言 为什么他就是神自己呢 就耶稣当时做的工作 谁也不敢说 是完全出于圣灵的 也不敢说 是完全出于仁义的 谁也不敢说 这完全是神自己做的 这些事 人都没法分析 可以说 以赛亚做那些工作 说那些预言 也都是出于圣灵的 并不是直接来自于他自己 是出于耶和华的末世 耶稣还没做多少工作 没说那么多话 也没说太多的预言 在人看 他没讲多高的道 但他却是神的自己 这是人没法解释的事 从来没有一个人 信约翰 也没有一个人 信以赛亚 也没有一个人 信大魏 也没有人 称他们为神 或大魏神 约翰神 没有一个人这么说 只称耶稣为基督 这就根据神的见证 他担当的工作 与他尽的职份来划分了 圣经里面这些大人物 亚伯拉罕 大魏 约书亚 但以理 以赛亚 以至于约翰 耶稣 就这些人所做的工作 你就可以分辨出来 到底谁是神自己 哪类人属于先知 哪类人属于使徒 谁是被神使用的 谁是神自己 这就根据 他们所做工作的 实质与类别 来分辨确定 这些你如果都分辨不清楚 证明你不知道 信神是怎么回事 耶稣是神 是因他说了那么多话 做了那么多工作 尤其是他显了许多神迹 同样 约翰也做了那么多工 说了那么多话 摩西也是如此 他们怎么不能称为神呢 亚当是神直接造的 为什么不称他为神 只称他是一个受造之物呢 别人如果这样问你 神今天做了那么多工作 说了那么多话 他是神自己 那摩西说那么多话 也应该是神自己呀 这时你反问他 为什么当时 见证耶稣是神自己 而神却没见证 约翰是神自己呢 约翰不是在耶稣前面吗 约翰做的工作大 还是耶稣做的工作大 在人来看 约翰做的工作大 耶稣做的工作小 那为什么圣灵 见证耶稣 而不见证约翰呢 这与今天是一样的事 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明时 是耶和华在云中向他说话 不是他直接说话 乃是耶和华直接带领 这是在旧约以色列做的工作 摩西身上没有那个灵 没有那个琐事 他做不了那个工作 所以他与耶稣所做的大不相同 就是因为做的工作不一样 到底是被神使用的 还是先知 使徒 还是神自己 从做工的性质上来分辨 你就没有疑问了 圣经记载 只有羔羊能揭开七印 历代以来 那些大人物中解经的人不少 那你能说他们都是羔羊吗 你能说他们解释的 完全是出于神的吗 他们仅是个解经家 他们没有羔羊的身份 怎么配接七印呢 只有羔羊能揭开七印 这不假 但他来了并不单单是为了接七印 这工作没什么必要 只不过捎带着就把工作做了 他自己做的工作 他自己一清二楚 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解经吗 六千年的工作中 还会加添一个羔羊解经时代吗 他是来做新的工作的 只不过对以往的工作稍加揭示 让人明白六千年工作的实情就可以了 不必解释太多的圣经章节 关键还是现实的工作重要 你该知道 神来了不是专门来接七印的 乃是来做拯救工作的 你只知道 耶稣末世要降临 到底他如何降临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合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讲 你不属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净是污秽 又自私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合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洁净你 否则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孚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若没有这部新工作的开始 你们这些大步道家 讲道家 解经家 以及所谓属灵伟人 说不定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没有这部新工作的开始 你们讲的还不都是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吗 除了灯宝座 就是预备坐王的山亮 除了舍己 就是功课己身 除了忍耐 就是凡事学功课 除了谦卑 就是爱心 还不是老掉重唱吗 都是换汤不换药 除了蒙头掰饼 就是按手祷告 医病赶鬼 还能有什么新的工作 还能有什么发展前途 让你这样带下去 不是死守规条 就是按部就班 你们以为 你们的工作都高得了不得 岂不知 都是那些古代老人 遗留下来的遗传遗教吗 你们所说所做的 还不都是老人的遗嘱吗 还不都是老人临终前的嘱托吗 你以为你们做的 超过历代使徒先知 甚至超乎万有了吗 这部工作一开始 就把你们崇拜长寿 追求座王登宝座的工作 给制止住了 把这些人的嚣张气焰 给杀住了 让人无法插手这部工作 如果没有这部工作 你们将会越陷越深 不可挽救 在你们中间 老旧的东西太多了 幸亏现在的工作 将你们拉回来了 不然的话 你们说不定 要走向何方呢 既然神是长心不救的神 那你为什么不寻求新的东西 为什么总持守那些老旧的东西 所以认识圣灵今天的做工 最关键 最关键 什么事 你怎么坐在这边 就是什么情况 又周祝 有什么事 你怎么说 百事